本节目由天成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各位你好 这里是新西兰的奥克兰 我们今天来到卡尔瓦卡来访问一位 从黑龙江移民到留学到澳洲 然后又移民来到新西兰的平先生 平旭东 你好 你好 很多人知道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在新西兰是做房地产的开发的 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很多也很关心 做房地产开发多挣钱啊 挣钱吗 挣钱 养家户口 我是把它当主业 我这一问就直接问了个隐私问题了 那就说明还能养家户口 还是个职业 能够作为一个生活的手段 对 可以 因为你来新西兰 从澳洲来到新西兰就是盖房子 我记得你在上一集讲到了说 就带了五万块钱澳币来到新西兰买了一块地 买了一块地后来在干嘛 怎么办 买了这块地 然后我们就拿这块地盖房子啊 对啊 然后把房子卖出去啊 对啊 嗯 是说了一句话就说完了 这应该是很多工序的 有没有好玩的事 有没有好玩的事 你怎么开始呢 好玩的事还是有一点啊 刚刚过来 就是虽然买了块地 然后找设计师画了个图 然后拿来盖嘛 但是我并不会盖呀 当时还想这个自己盖嘛 自己盖那个基础就是木工嘛 木工其实我也不会啊 那怎么办呢 然后这个来了以后呢 我就找一个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一个华人的 这个比较做比较早的一个木工队伍 那个老板 然后我就跟他那个做打工嘛 当然也给点工资 我主要是去学技术 学这个怎么盖房子 我是先跟一个做地基的 嗯 对 然后三个月我就跟那个老板说了 我说哎呀 那个老板 我这个学差不多了 我得去学木工了 我就不能做了 也不太好意思啊 然后我就从从他那儿到另外一个做木工的队伍里面 又做了三个多月 嗯 偷师 这不是总共 对 总共有半年时间吧 半年时间其实还不足以 就是会盖房子了 还是不能不能说你就会盖 然后自己就去盖这个自己买那块地的房子啊 但还是还是不太行 嗯 也招了几个人啊 招了几个工人 这工人呢还跟着我啊 他看着我怎么干 他也不会啊 嗯 那有些事我也不会啊 那怎么办呢 就是 呃 从几个方向去去学这个事 一个呢就看图嘛 就是设计设计师那个图纸 还得看得懂才行啊 对我把所有的 哎呀 反正对我这个英文看那个图纸还是问题不大 把所有图纸的挨个字都看完 嗯 嗯 不懂的呢去问设计师 那个设计师是个南非人 嗯 这个 非常好 嗯 他一看我不不懂 嗯 哎他这个 这种 这种 杨上那种爱心就来了 哎呀 他你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来问我 你 我什么不会就问他 嗯 嗯这个图纸哪没看明白就问他 然后这是一个研究图纸 另外一个就是跟木工呃 跟人家那个三个多月学的那点东西也有管点用 嗯嗯啊 然后再不会呢 再有的时候到那个具体 哎呃 Freming那个阶段吧 还好 就是框架 到那个刨死顶上那个顶梁的时候 有点小复杂了 哎 然后有点整不明白了 然后就跟那个原来一块干活的那个 哎呃 那些干很多年的 哎呀 你就实在是整不了了 然后你带两个人过来帮帮我 嗯嗯 然后一边帮我干完了 我也跟着学学 就这么来的 嗯嗯嗯对后边就 我自己上手也做了两三年 嗯就是亲自去动手盖房子 嗯嗯嗯啊 动手能力也是那个时期积累的 嗯对我我记得你是 在啊在心理大学是读的是 商Master of Commerce 对那你你其实是那个行业 那个那个我觉得那时候 那时候非常好的一个一个office的工作 的一个一个敲门砖呢 应该是 这个专业反正面还是很宽 但是也是好像不太 属于国内人讲就万金油专业吧 放哪都行又都不行 看来看来房地产的这个开发 还是有很大的吸引你的地方 你是刚才所说的初期呢 确实是很难的 就是你要学这学哪 所有东西要自己去学 但是呢后来就一干就干到现在了 一干就干到现在 从那刚才说的是06年的事 对啊呃 06年那是十好几年前的 你你你你觉得从你那个第一个房子那里 除了你刚才所说的学到了经验 嗯那挣到了钱吗 第一个房子最后算下账利润 应该是有五万吧 但是投入了多少啊 投入其实就五万 投入就五万 对啊 还以为他贷款的也是算投入啊 贷款算投入 但是那个时候呢 贷款的条件很宽松 对 而且比例很高 它可以带九成 是的啊 然后所以你自己就用不多少钱 因为在当时在那个 我第一个房子实际上在Cambridge 还不是汉密尔顿 哦 对对对 你刚才 对你我知道你之前说过 从从那个哪里 从那个悉尼过来之后呢 是落户在 Hamilton Hamilton 对 Hamilton Hamilton 啊 那个时候 一块地呢 在Cambridge 那个一块地 大概就是十四五万 嗯哼 然后这个房子盖完了以后 卖也就是卖四十多万 嗯哼 所以它整个这个 呃 房价当时也低 你投入也少啊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我这个 刚才是拿五万这种 花了多长时间 呃 一年吧 一年才挣了五万 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挣钱啊 哈哈哈哈 那后来就 呃 后来上售以后就越来越熟悉了 后来就又继续买地 然后又盖更多嘛 对 我在Hamilton 后来在Hamilton盖了 Hamilton盖还是盖了很多的 嗯 嗯 那时候呢 也 呃 也自己建了一个队伍 嗯哼 有十几个人吧 嗯 办公室 有这个 有office的人 然后有这个 site manager 嗯哼 有这个 呃 这个的木工 主要是木工啊 他们主要干木工 我说其他活就包出去嘛 对 在在Hamilton的待了多少年 Hamilton就是 啊 主要就是那七年 大部分时间在在Hamilton 就是开 Cambridge应该有一年吧 嗯哼哼 嗯哼 差不多就这样 对 后来就不断盖房子 就越来越熟 又来越熟了 对对对 那怎么又跑到奥克兰来了呢 呃 我奥克兰是13年吧 应该是 啊哈 06年到13年是在Hamilton 对对 嗯 呃 在啊 那个时候 奥克兰13年 那时候奥克兰那段 也是发展房地产 这个对 2012年开始起嘛 蓬勃发展 对没错 嗯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在Hamilton 因为离奥克兰 毕竟很近嘛 对 也经常来 对 我那时候 我没有在Hamilton 奥克兰坐 但是也经常来 奥克兰很多朋友 我还经常上来 跟他们吃饭 啊哈 嗯 然后奥克兰的信息 也基本上也都知道 嗯 后来也在那个 奥克兰买了一些地 嗯 嗯 买了一些地 然后在那个 卡尔卡那块地 然后后来我就 在 刚开始盖的时候 还没有想好 但后来盖没多久 我就想 哎呀 我说这块地 我盖完了以后 我自己搬过来住 我就不卖了 啊哈 呃 现在那个房子 我就是刚刚卖掉 嗯 就在那个卡尔卡 那个海边那块地 因为那感觉 当时买地的时候 感觉特别好 哎呀 那个在海边 然后那天天气特别好 嗯 感觉风景很好 就在那 就把那个房子就留下来了 嗯 留下来 然后我就把家 从哈密尔顿搬过来了 嗯 从那开始呢 然后主要的这个 这个开发的中心 就转移到奥克兰了 嗯 嗯 哈密尔顿留下一点尾巴 然后后来我 甚至后来也回去投过资 但是主要的那个 这个这个区域 都集中在奥克兰了 嗯 对 还有孩子慢慢大了 也是 想让他们到奥克兰上学 嗯 哈密尔顿还是有点小 嗯 嗯 这也是个因素 嗯 哎 说到盖房子 对 正好 这个是 康舟检查 重要的这个 其中的环节 对 对 对 那个 那个是 呃 一般是 是每个环节都要检查 还是总的检查 大概有多少次检查 有多少次啊 呃 每个房子会有点区别 因为有的工序 有的房子有 有的没有 但是大 大概 呃 从地基 地基就要查两三次吧 嗯 呃 在埋在那个水泥底下的 这个水 是这个 就是管道 那些 啊 下水管 这个是要查一次的 然后那个 你在浇水泥之前 是要查一次的 嗯 然后 这个地基就完事了 然后啊 当然还有包括外水 对 对 雨水的这个什么 你挖完了 这也要查一次 嗯 呃 这是三次了哈 然后 木工 framing上来以后呢 framing全都做完了 有一次结构检查 大的检查 这是四次 然后 在preline preline 所说preline 就是在你 封内墙板之前 嗯 你所有的管线都做好了 嗯 然后 这个 这个 防寒棉做好了 嗯 这个他要查一次 呃 查完了以后 就是 这四四五次了 对 五次了 然后 然后就是post line post line呢 它就是你板封完了以后 它来查 因为 新西兰的这个 这个bracing啊 是 呃 好多是通过这个 这个这包板来实现 对 这包板呢 它就要求你 这个有 有很多这个规则了 按照它这个规则 这个 用什么样的板 钉子怎么打 这是一套规则的 呃 然后他要看这个 这个查完了以后呢 就是 基本上内装修 这就不查了 嗯 呃 然后最后一次final检查 嗯 大概就是这么这么多次 嗯 呃 一般来说 就是说做这些检查的工序里面 呃 我知道这个 这每一道工序都是要有证的哈 比如说水工 它要有水工的证 电工的证 木工也有证吗 有 以前是没有的 呃 这个 06年是有 以前 06年的时候应该是没有 但是那个之后 我想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开始有这个 叫LBP 嗯 LBP就是呃 Licensed Building Practitioner 嗯 这个应该是0809 反正从那很快 就是就就有这个证了 嗯 你没有这个证就不行了 嗯嗯嗯嗯 几个他这个需要LBP的有几个呢工种呢 一个是做木工刚才说了哈 然后做Foundation 嗯嗯嗯 做Roof的嗯哼 做Waterproof防水 对啊 还有一个什么 主要的就是这几个嗯嗯 这几个啊 还有这个气砖的啊 气砖或者block 这个都需要这个LBP啊 啊这几个是康索规定的 你要把这个L这个干活的这个人 他的号码要提供给康索啊 康索是有登记的 嗯嗯 这个房地产开发商要登记吗 开发商不需要 哈哈哈 老板不需要 老板不需要 干活都需要 哈哈哈 对 这个很多人说哎呀 这个奥克兰啊 就咱们就说奥克兰哈 奥克兰干了房子那么多哈 有时候大家说哎呀 走到街上怎么看着这个新区的房子都长得一样啊 就是怎么能有点有点特点啊 为为为什么 为什么后来你看有有很多很多小区里面就新的这些区开发商的那个房子外形都看着都差不多 为啥 有点接近哈 对啊啊 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特征呢 还是还是为了省钱 嗯 可能都有 嗯 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说吧 嗯嗯 其实你现在你是你是觉得他们现在有点同质化了 有点对对对对 那么如果跟从拿新西兰跟澳洲甚至跟美国嗯跟英国嗯比起来的话 新西兰的房子我认为是个性化程度最强的哦啊啊啊我我印象很深 我原来给一个那个从英国过来的一个老头嗯给他盖过一次房子嗯嗯他就跟我说他说在伦敦啊嗯嗯他说哎呀我在英国的时候我晚上回家 你唯一能找到你的房子的那个标志物是你的号码啊啊啊所以他就是这排打掌都一样一条街 这一排这是他可能当时呃可能是稍微有点夸张啊嗯嗯但是确实是我觉得新西兰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个国家包括尤其这个房子嗯但是这些年呢有些开发商比如说成片开发的 然后这个有些趋从化了可能这个确实有这个趋势嗯嗯嗯因为呢他这个房子比如说这个开发商他盖这一条街他连着盖十个 那么他可能呃不一定一套图纸了可能就是穿插几个哈嗯那个用材用料啊然后这个呃外观的布局可能会比较接近的程度高一点嗯因为他是他是一个人在做这个盖这些房子对那么如果这条街是十个 都是自住的房子那他就会不一样啊所以你看这条街如果说你发现这个趋同化了同质化了嗯那么就是开发商的盖的房子多就是自住房少嗯嗯啊开发商盖来卖给别人的嗯这种情况我们叫spec home对啊这个你刚说的consult就是政府的检查呃他主要是那些工序的检查对整体的风格的要求他并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嗯我我们很多住在 新西兰九的人呢都知道哈老的区哈每个房子都是不一样的对跟人看起来很舒服对有时候所以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这新区怎么办呢都看起来都一样怎么办哈这个这也是没有办法实在特征可以说实在特征了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对就是说如果你要追求这个那个呃你在选择这个区域的时候如果这一片你发现大部分都是自住房哎那就会好一些是吧对 哎呃我们很多朋友呢都想哎呀我也想自己盖个房子啊等等啊对这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人作为你来说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二十年的经验了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呃这个要看他是什么情况他是想拿这个做一个投资的工具呢还是说就是我盖了自己住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嗯 如果我拿来投资拿来投资的话那这个主要那你这个房子其实他的功能就是变成一个vehicle啊就是一个投资的工具你投资的载体对啊那你考虑的就是他的这个能不能挣钱能不能挣钱你考虑的方式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是你盖了自己住呢你考虑的问题就是适不适合我嗯嗯我能负担得起然后我呢我喜欢的风格嗯嗯所以在设计啊用料啊什么都会 有点区别了嗯嗯嗯嗯如果是你拿来做投资工具呢那你考虑的出发点那就是他能挣钱嘛嗯能挣多少钱嗯哼啊所以至于这个房子那就不是你个人的喜好了对不对你要符合这个这个市场原则嗯哼哼对今天呢是2022年的12月5号哎在当下的这个情况呃适合要去做房地产开放吗 你要说时间 从时间来说 现在是市场的低点 现在房价在降 成交量在下降 开工量也在下降 所以起码明年不是好时候 这个市场它 以前西西兰总是在讲 七年一个周期 大体也是负荷 大体上是负荷的 那么它总是有低谷期 低谷期 那你就尽量的不要去扩张 你投资也可以 但市场低谷 按照股市的原则 你可以捡便宜的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小心 如果这个低谷期很长 你拿着这个 就是你去捡这个便宜 你是用的是什么钱 你是借来的钱 还是你自己的闲钱 如果是我自己的闲钱 那没关系 我又没有太多利息的支出 如果是你这种银行 或者是其他机构 你这个有比较高的利息 然后你买这个东西 又产生租金 又跟这个你借钱的成本 又差的比较多 你要不停的往里添钱 那么你就要考虑你这个时机 对不对 你是不是进的太早了 等到市场爬坡的时候 往上爬的时候 其实也来得及 就要慎重一些 对 大家都说房地产开发能挣钱 从你的经验 或者是你所知道的 认识到的不少人 从房地产里面都能挣钱吗 有没有不挣钱 从我的经历来说 可以不说人 不说名 但可以说事 大部分人确实还是挣钱 那小部分人是怎么回事 小部分人 那可能就是 我觉得作为投资来讲 作为你不是 你就是把它做一个投资工具 然后我等于主业 我干别的 然后我偶尔投一点房地产 这种是风险比较小的事情 我刚才说的 大部分挣钱 有一些人最后会崩盘的 那些都是开发商 开发商呢 就是会有这个操作 比如说扩张过快了 这个借贷成本过高 遇到市场变化的时候 然后这个cash flow不足了 资金链断裂了 这个也会有 这个有失败的风险 这个是一定的 不是说哪一行都是保证不赔 通常都是这个规模扩张过大 过快 没有量力而行吧 所以你稍微可以 这个aggressive一点 但是如果说过分了 这个事还是有风险 确实是这样 对 评计人说的这个 在收藏方面要量力而行 在房地产开发还是量力而行 对 我不主张 这个因为房地产 不要冒进 房地产是有杠杆的 如果没有杠杆 这个房地产这一行 它利润率也不是很高 因为有了杠杆的加持 就变成了你 如果算这个投入产出比 算你自己投入的那一部分 这个投入产出比就显得比较高了 因为它有这个什么 有外部资本的介入 有这个银行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 我们叫杠杆 有了这个 这个房地产确实是投入产出比 你算下来是不错的 如果说这些钱全是你自己的 那它的这个什么投入产出比并不是很高的 但是呢这个杠杆你用多大 这个就是每个人掌握的不一样 跟你自己的判断有关 你如果杠杆过大了 它就有个安全的问题 有风险的问题 然后市场呢 它总是有变化的 就是说如果说 你刚进来的时候 你就处在这个市场蓬勃发展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这个挣钱也太容易了 到一个拐点的时候 市场下来是很快的 就是这一次这个房地产的下滑 就很多人始料未及 因为那之前的那几个月 简直拍卖上大家抢的快疯了 只要拿出来 那就五五的二上 那个拍卖现场 你看那个疯狂 可是它这个拐点来的时候 突然突然就来了 来了以后 然后就下的很快 所以这个呢就会考验人了 之前你那个头脑发热的时候 去觉得只要抢来了都能赚钱 你正好赶上这个时期的话 那就有点麻烦了 所以那个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开发商呢 他还是要经过一两个这个周期 然后在不同的市场条件 都能够从容应对的 这样才会 把房地产当成一个行业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能够度过 度过这个低谷期的这种能力 要不然的话 你拿他养家户口 然后你最后市场一步好了 然后你就崩了 那你家怎么办 那有的人呢 是我房地产投资 不是我的主业 我自己还是 我是这个什么技术人员 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个什么生意 我只是拿一点投资 作为一个家辅助的 这个是没问题 但是你作为一个主业 就是对我来说 我就靠这个挣钱 就靠这个养家户口 那你如果说市场不好 你就做不了 那就这个有点问题了 对 你已经做了十好几年了 你如果现在给自己打分 能打多少 我给自己打分 这个我打高了也不是 打低了也不是 好吧 我算那打五分吧 中等 中等吧 因为我是不是那种特别冒进的 胆子不是特别大那种 所以在市场特别蓬勃发展的时候 很多人胆子很大 然后他就迅速的挣了很多钱 我还不是这样 可能跟人家比胆子小一点 偏保守了一点 但是在逆境的时候 可能就会这种 就会让你更容易度过吧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对 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让你现在回过头来再去想 你觉得哪一句话可以非常契合的代表你的心态 心态啊 这么说吧 我想起来那个苏东坡的两句诗 苏东坡最后总结自己的人生嘛 温柔平生工业 黄州惠州丹州 这两句你肯定记得啊 那我就套用他的话吧 温柔平生工业 北京 悉尼 奥克兰 这个等于没总结啊 到底是啥意思呢 相信我们看视频的朋友呢 可能会能有一些的感悟吧 有同样经历的人 确实呢 房地产开发大家都说哎呀 很挣钱很挣钱 其实呢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呢 一定 平先生说的一定要量力而行 非常感谢平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房先生 谢谢 也谢谢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 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您订阅点赞和转发 谢谢 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